感受如何 好我們換第二位 先親一下 好 先吃米 歡迎來到呼呼小市場 呼呼超好聽 好聽喔 歡迎來到呼呼小市場 是嗎?大家好 我是阿海 我是雷奧 歡迎在這裡 請問我剛剛這樣說是標準的嗎 不標準 正確標準應該怎麼說 歡迎來到呼呼小市場 歡迎來到呼呼小市場 好好聽喔 好好聽喔 在我們的節目開始前 我們會有幾個遊戲的環節 因為為了服務你 我叫你不准看這個節目 所以你並不知道其實節目裡面 到最後有成功的配出了一對 真的CP 所以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猜他們這五會裡面 誰跟誰是真的 couple 你現在開場你目色 你覺得誰跟誰比較像他 就是Felix跟Ray 他們的臉型有那個敷敷臉啊 好 那等一下 然後後面就是健身好朋友 你說誰跟誰是健身好朋友 Kenny跟Louis 他們感覺就是一起去健身 那你把Jesco放在哪裡 Jesco就是太可愛了 喔 他是童言 然後 曲語 哈哈哈哈哈哈 他說的喔 答他 好 總而言之 待會我們遊戲玩完 你就要猜他們誰是真的CP 好OK沒問題 那我們就來玩遊戲囉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橋段呢 就是要來重現仔仔一堂呢 裡面的其中一個橋段 就是你們有在海邊蒙眼睛 然後去感受對方的身體 然後猜對方是誰對不對 因為如果說 我們猜對誰是真CP的話 你們全部都要喝苦茶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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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安心喝苦茶 等一下呢我們就會玩這三輪 那Ray跟Felix一輪 然後Jesco跟Louis一輪 然後Kenny跟大家一輪這樣子 哇有愛 這樣就是他們一對啦 你看我剛剛就說了 有點緊耶這個 看得到嗎 真的很緊 我看不到完全 好看不到 Felix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這是第一位喔 好 手在往 對對對 好第一位 第一位 哇這個額頭 感受如何 吐喔 這是誰啊 二號來了 二號來了 二號 九零號嗎 欸 不就是 六零號來了 這個身高比較高一點點 這好難猜 這身高蠻高的 蠻高 那應該是Kenny啊 四號 四號 四號可能要低一點點 好 給你最後三秒三 二 這是Louis 一 好我們站回原本的位置 你覺得哪一個額頭是你的partner 二吧 二 好來請拿下面罩 是誰 是他 哈哈 這一隊是摸腹肌喔 我可以摸下面嗎 欸 你都摸過了 下面 你要猜哪一位 是你的partner Louis OK 欸 你有摸過Louis的腹肌嗎 當然有啊 他有幾塊 八塊 有 有越摸越下去嗎 當然有啊 我們先請 一號先到你前面來 來 手往這邊來 感受如何 Jusco 也算是有腹肌啊 那你覺得這個腹肌有幾塊 好像是八塊 我再摸其他的三個就知道了 好 我們換第二位喔 好 第二位仔仔 再前進一點 算了這個 好 第二位不行 那你覺得第二位會是誰 你覺得會是四個仔仔裡面是誰 應該是Wake 我還是也是Felix 換第三位 換第三位 好第三位仔仔 算了 好第四位 我未未太命了 這個有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第一個比較 像是Louis 我們請第一位站在你面前 你把面罩拿下來 那你知道第二位是誰嗎 他剛剛說 他說我算了 他說我算了 沒有 我跟你講 從你開始的後面他都算了 我們兩個都算了 Kenny等一下會有五個人輪流跟你牽手 你要猜看誰是Ray 好的 好準備開始囉 好請你把手撐出來 好 來第一位 好你可以 這樣子 你可以跟他握手 你可以跟他食指交扣 扣他手心都可以 感受一下什麼都可以 好那可以的齁 換下一位了 好難猜 好換二號囉 這同一個人吧 好三號囉 好 這個不是應該 這手好大 這個很大 好四號四號 有分別嗎 好換五號最後一個 好吧 好好難猜喔 五號吧 確定齁不反悔 對 好那我要先五號站到你面前 好那五號站到你面前之後 然後你打開面罩你就要拉他的手 親吻他的手一下 親吻他的手一下 親吻 親一下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好像只有一組答對 對 就是我們的Louise 跟我們的Josco這組 感覺是真愛 好所以這一組以外的要喝苦茶 好 好 好 是哪幾位要喝苦茶 當然 謝謝 好 那麼我們直接輪到這裡 我們往下一輪去吧 現在這一派呢 我們本來是要拆吃一批 我們決定來滿足李歐的慾望 直接給我們廣大的婦女觀眾來看一下 如果他們待會用這樣的模式去配對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BLG給大家看 好來 三二一 Action 我下半還要幫你按摩 煩死 哪裡 那裡 對啊 是大力一點嗎 還要大力 對啊對啊 我還沒有吃飯耶 你還叫我大力 真的不夠耶 還不夠 怎麼才夠 不 這樣才夠 你 你知道什麼聲 你不愛我嗎 來三二一 Action 你回來了 你要吃飯現在還是先吃醬 啊 先吃你 真的嗎 快點 來三二一 Action 明天 你要好好保重 不要 miss了你這個火車 你又等我知道嗎 我不會等你 因為明天 你可能就洗澡 我就想到我這時候 哭掉 我會迫著回來的 我會答應你 你不認識 你也知道沒有 我會 我一定 你 我為了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受不了這種感覺 你不要走 你不要這樣 你要等我 我們要不現在分散我 我一定會來的 我一定會來的 我一定會來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他在幹嘛 你冷靜啊 剛剛我們直接遊戲之後 我們現在要揭曉誰跟誰的CP 要揭曉了嗎 對 反正我最終還是拆Felix跟Rey 等一下眼罩拿下來 我會讓CP坐在一起 請戴眼罩 啊 太困難了 等一下呢 我們的宅宅那一隊呢 會牽手 你現在還是覺得是那個 Rey跟Felix是一隊對不對 天啊 好可以 請拿下眼罩 登登 登登 登 對死 是他們 對啊 可以跟Rey嗎 對啊 認真的嗎 真的啊 不認真嗎 這樣子不好 你不認真嗎 他一直沒有 我們這個 整個 combination 他一直也沒有想到耶 我沒有想到 欸欸欸 演技是不是很好 因為他們剛剛也有 刻意的 有稍微避開了一下 男孩情侶裝來的 真的真的 故意不穿 故意不穿外套 我剛剛 我剛剛 你完全沒有配過他 沒有拆到這一套 哇太神奇了 好正式歡迎我們等在一場的所有男女 耶 想問當初是 Vincy 一位為你找你們邀請出那個節目 對 最早先被邀請的人 你還會找到一些 應該是JustCo 是JustCo 應該是JustCo 你馬上就答應了 你應該有很多話想跟JustCo 你要這樣子 看到本人會害羞 真的啊 他真的很喜歡他 你要不要好好 不是 因為看到他的都是在 你不要害羞 你不要害羞 來來來 為什麼要害羞 來哥哥的胸部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求小 就是看 JustCo的片子 長大的 會不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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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JustCo 她很早就是所謂的KOL 所以就是 以前在社交媒體上面 都就follow 會很敬佩她 因為其實 我們會知道 她這樣子走過來 一定是經歷了很多 輿論的壓力 對 不論是真的認識你的 或是造謠的 那你必須都要承受 因為你是公眾人物 對 那又來參加這樣子的節目 你有曾經猶豫過 或思考過嗎 其實我在參加節目之前 其實我已經停了幾年的 在螢幕前面曝光 因為我在大概 七年前 我爺爺過世 然後我哪段時間 我都過了一段 就是很優雅的時間 然後其實很小的時候 已經有 就是收到一些 就是網路的評論 一定會有人喜歡你 一定會有人不喜歡你 但是我平常還是OK的 但是我在那個 優雅的情況底下 我還聽到哪些東西 我就覺得 真的是很打擊很大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家人去世 然後再加上有一些 會看到這些東西 我就想要躲起來 就經歷過這一種東西 最後其實就是我 很感激 Winch又找我來這個節目 我就是 我有承回一些 就是我喜歡東西的感覺 你們在上節目之前有想過 會交到另一半嗎 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整個人都很緊張 而且在第一天吃飯的時候 我就整個 因為要穿西裝 我的背全部都撕掉 因為緊刀都撕掉 因為不敢跟他們去說太多東西 所以就沒有想過 所以就沒有想過 所以慢慢地突破新方法 對 其實我一開始 我都差不多就是放棄愛情了 因為就 我很多年沒有拍拖 然後也覺得 其實差不多對愛情已經絕望的一個階段 就是找到一個人跟你價值觀是一樣的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 take care 我們可以共同一起進步的 是一個很好的事 但 就是我以前 這麼多的男朋友 也沒有一個是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你們當初啊 是懷抱著想交男朋友 而參加節目的嗎 還是為了工作來上節目這樣 就可能你們看香港是個很 怎麼說很自由啊 就很先開放的地方 但是其實我覺得香港還是很多東西 就比較 特別是在主流的媒體裡面 其實你們也想不出來 有什麼BL劇在香港有吧 就我們是在TVB上面放的 所以我覺得是個 比較可能接觸的 比較保守一輩的那些人 而 但是那些人就是我們 特別要去跟他們溝通 就說服 那因為我沒有包袱 就是我爸爸媽媽 啊我奶奶 還有就是我全都是朋友老師 什麼同事全都知道 那我就去吧 就我覺得 應該是挺容易的 但是現在看來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好像你們剛才一開始說的時候就是 那有很多人說很多東西啊 就是那些東西 我就開啟的時候沒有想到 就現在看來 其實我也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 其實我是一開始就是十個宅宅嘛 然後我是第十一跟第十二個其中一個 後來加入的 其實有一個 心中有一個想法呢 我都沒有說過出來就是 因為我們出來那一幕呢 就是我們會在一個大的白布後面嘛 然後我們就 然後我就想 然後我就想 為什麼沒有路易的聲音呢 我就很失望 然後我在開始拍攝之前 然後那個酷料也有問我 啊你都知道有誰了 你跟誰是最有興趣的 然後路易就是其中一個囉 等於說現在現場路易斯知道這件事情了 那路易斯現在有去辦的 現在才知道 對啊 可以當很好朋友 對啊 我們可以去健身房 那我現在要來玩個遊戲 不用管其他等待 是你們這五個等待 然後我們來問一些 快問快答的 你問問什麼問題 我現在有點緊張 好來第一題 選一個人在孤島上面 單獨過十二天 會選誰 三二一 哇 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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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準備互選啦 蛤 你們不是Cumple嗎 他們怕吵架 哈哈哈哈 最多票的是傢伙 傢伙 為什麼都選傢伙 因為他是開心果啊 他是小S的路線啊 怕發不脾氣嗎 也有啦 但是他發脾氣就不同等級了 對對對 他的發脾氣就是 啊 又又又又遠遠的這個發脾氣 我生氣了這樣子啦 好可愛 平常那些發脾氣之下是沒有的 這是我們平常的 但是說一下別煩了就是這樣 是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傢伙 Jusco他的很好 因為你看他 他會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嘛 對 然後他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所以如果你是單身的 也是很好的 也可以 去找Jusco 面試一下 好啦好啦 延續一下 五位裡面顯得脾氣最不好 三二一 哇 哇 如果我們五位裡面應該一定 都是Louis嗎 你很常到脾氣問題 不是我想要說 其實我在剛剛認識他在這個節目 剛剛認識他到現在 他改變很大 因為他脾氣好了很多 剛剛進來的時候他還是有一個 志氣的那一種 就是很容易會 呃 寄到他的那個點 但是他就是在 寄點嗎 寄點 寄點 就是在 你的寄點很多嗎 我沒有很多 寄點 寄點 就在這一兩年 他每一次就是有 可能有一些情緒的問題 還是節目的問題 他會答給我 然後我每一次都安撫他 就是 叫他 因為我畢竟也帶過他 大概就是七八年的時間 然後其實我的經歷比較多 然後我就給他解析一下 就是有時候 我們怎麼去呈現自己的情緒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這一兩年的改變很大 我覺得就是年紀 對 他是我們最想的 五個人裡面誰最捨 三二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都知道是非二 為什麼是我 感覺他很有需要 就是這樣 感覺他很有需要 為什麼遠他 因為他要殘養吧 我已經覺得 他平常講話不算太多 但是可能 一講就是 可能有需求 實際節目裡面 要讓大家看到的是 同志就跟那一樣 我們自然而然的生活 我們傳遞了很多 生而平整的一些概念在裡面 我們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後 如果說我們用家 這件事情 來做為一個概念 你覺得對你們來說 你們的心目中家 是屬於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我是擔心家庭長大的 然後我媽媽跟我爸爸 其實也不在我身邊 我是跟我奶奶長大 然後一堆姑母都很照顧我這樣子 其實我感覺 會不會我沒有一個我自己的家 就是我 可能因為是這樣子的情況 令我有一些 就是從小到大很有母愛 就是我對著每一個人都很有母愛 其實對我來說 家的就是 我所有愛的人 跟我在一起 就是一個家 其實我覺得家人是 世界上唯一 唯一不會背叛你 或者放棄你的 人 所以家其實是一個 避風港 很安全的地方 對 所以他現在應該一個是 你家庭成員的一部分 我是生產愛的一部分嗎 哈哈哈哈 他們都是生產症 對 其實我自己是很希望 我這個家是怎麼樣的 就是呢 我想做一個back up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在裡面的人 我想就是 我可以盡可能幫他 認可的事 然後呢 他開心不開心 什麼我們可以在裡面交流 還有就是 金錢上的support 因為我從小到大 也有很多就是 金錢上的問題 就是 真的是需要 錢的時間也蠻多 然後我也想就是 跟愛的人 就是去完成他的願望 所以我 會更努力的賺錢 所以 這就是我覺得 家的概念吧 就是我想當一個supporter 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應該是我 很年輕的時候 一直在追求想有一個很 很穩定的愛情啊 然後就慢慢走在一起 就很穩定 然後就一起住 或者是一起買一個房子 這樣是個家吧 但是 慢慢長大了 就發覺這個 找一個愛情是真的好的 因為現在我們的壓力 就是越來越大嘛 尤其是這個 經濟也不好 錢又越來越 金子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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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一個沒問題 先 賺錢吧 賺錢才有 家才有房子啊 還有金啊 還有金 對 馬卡也買不了 不好意思 現在是你們五位裡面 最年輕的 對 所以我有金子 一個還一個少 應該金子很充足 還是很多金子的 你要馬卡嗎 很有財富 好嗎 好的 因為我也是當新家庭長大的 我是奶奶 大我大的 然後就我覺得可以的話 我很希望我有一個家 就是她 是跟我 好像兩個 我不知道什麼是 Van Diagram 就是兩個圓ți 但是中間有一個衲 叠 對對 重疊的地方 我就是 家就是一個可以給你發揮自己的才能跟你自己的地方 但是同性 錢它也有一個空間可以給你跟另外一半有一個共同的空間吧 就是可以大家也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但是大家也是基於同一個技巧自措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很安心去做自己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在2018年那時候 我們受到大愛同盟的邀請 我們去參加香港的Pistar 那時候其實有很多反對的神明 尤其是可能是宗教啊 或者是有一些家庭 守護家庭的一些人 就說你們這樣破壞了家 但其實剛剛這樣子的回答 你就會發現五位仔仔他們分別認為 家的定義跟概念 每個人的家本來就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你不能夠因為自己認為的家是什麼樣 就是說你這個不OK 你這個不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像 剛剛說我們今天要準備禮物給大家 啊什麼 苦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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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嗚呼 欸不一樣欸不一樣 就是跟 喜歡的Jusco Jusco也要Rotti 我有看到奶頭了 是粉紅色嗎 是粉紅色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在他們的一個頻道裡面 是可以看到主本版的完整的節目 你是哪一個頻道的頻道 就是BOISCATION YouTube Channel 裡面可以看到就是主本版的 就在在一坦了 還有就是我們逢星奇異啦 也有這個的BOISCATION直播就是在裡面 我們呢也接受這個封印 如果你有什麼感情的問題呢 想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逢星奇異就是看我們這個的 BOISCATION YouTube Channel 有啦 你看到 手都戴著那個 你沒看到我這個放在這嗎 哈哈哈哈 這一頁很不得了欸 剛才有的元素都有了 那個白襪 內褲 喔是Louis是不是 對錯啊 我的鼻血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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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女人呢 也有準備了一些禮物要給我們 例如說有出於他們的書籤 有這個 有獎 有獎 還有這樣子的明信片跟很可愛的貼紙 我們要抽獎給我們的小洋蔥 喔我們要把它送出去嗎 是是是 好 只要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告白我們的宅宅 你要告白哪一位 你要告白哪一位 你要告白全部都可以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呢 我們宅宅一堂的裡面的男孩們來到我們這邊 那待會影片最後呢 還會有我們 Kenny跟瑞的放場的橋段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那我們一樣 再次謝謝你們的來我們節目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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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的話呢 歡迎把今天的影片給分享出去 也記得參加我們的回聊活動 然後要記得按讚 關注訂閱 輔助的FB Youtube跟IG 還有我們宅宅一堂的書籍 就能關注一下李燕 對沒有錯 然後呢最重要的就是 宅宅一堂的節目要看起來 然後寫真集要購買起來 對喔 好 那我們服務小事商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大家要錄這個一段說話給我們十年後制止 準備好喔 OK 好 開始 好 十年後的 Kenny 十年後的 Ray 你們好嗎 我是 Ray 十年後的我們 我沒想過 但是我覺得十年後 我們如果還是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是一定在一起啦 沒有了 就我覺得 因為十年真的說長不成說短不成 就可能中間會發生很多事情 有遇到很多問題 如果就比如說我們真的十年以後 還真的在一起的話 可能那個時候我們就會有 我們可能住在一起 然後一起養狗 有寵物 然後可能每天大家一起 就起來就可能出門上班 晚上就回家一起在做飯這樣子 這是我現在想像的 十年後的 我自己 我自己 或者我們的生活 但是 如果有 有話要對十年後的我們說的話 就是 希望你們看到這段片的時候 又回想一下過去 我們中間 經歷過什麼 然後拿出來聊一下 我就想跟十年後的 Kenny 你說 我很開心 也很感恩 就是可以在這個時間遇見你 可以重演我的愛情 然後 我也希望就是在未來了 就不管什麼事情 咱們也可以就是 聊一起努力去下去吧 我很想就是 不管你十年 或者二十年 三十年之後 我還是跟你在一起了 是不愛你了 所以如果你在看這套 十年後的我們 如果你在看這套片子的話呢 就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到這個片子 也會原諒對方 也會一起幸福下去 拜拜